家人 大家平安 愿你平安 喜乐 健康 我相信的 平安 喜乐 健康 乃是人生三宝 对吗 所以我们知道 平安 耶稣基督 祂是平安的神 喜乐 祂也是喜乐的源头 健康 当我们的灵兴盛的时候 就好像在约翰三书第二节 祂说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经历平安 喜乐 健康 感谢赞美主 从这个组织开始 将会有一系列的 从真言书的一些信息 来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今天晚上 这个第一堂 这个主族第一堂 我觉得说这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 真言是一本智慧的书 那么如何开启 这本智慧的书呢 我神奇今天晚上 愿意跟大家分享 开启智慧的药室 让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 你就是一位 吃平安 喜乐 健康的神 但是更重要的 你是智慧的源头 主要帮助我们 今天晚上能够懂得如何 来启动 来开启 这一把钥匙 就是智慧的钥匙 做我们深信 透过真言 你要把很多很多 这个奥秘 来指示我们 带领我们底下的 这一段的时间 奉靠耶稣基督圣明祷告 Amen 那我们知道说呢 真言书呢 其实在圣经里面呢 不论是讲到这个 《月博记》 真言或者传道书 都被归纳 称为智慧书 The Book of Our Wisdom 我相信呢 这些智慧书里面呢 这是特别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真言呢 也有人称它为 格言 格言基 所以就是说呢 在真言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格言 讲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所以我们感谢神 今天呢 你要知道 为什么上帝要把 将这个智慧书 其中一本 就是真言呢 来赐下给我们 我相信呢 神赐下智慧书的 终极的目标的目的 就是要来鼓励我们 懂得如何的来 敬畏神 阿们 特别在传道书 第十二章 第十三节 他说 你们一切都听见了 总义而言 就是什么呢 应当敬畏上帝 谨守他的道 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 所以今天你我的本分 是什么呢 敬畏神 以及遵守主的道 所以就给我们看到呢 这个真言书 这个格言 如果你读真言 特别真言书有三十一章 所以有很多人鼓励说了 如果你一天读一章 如果今天是九月三号 你就读真言第三章 每一天读一篇的真言 我相信呢 能够使你更加的有智慧 因为这个真言呢 它是一本 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集 所以在这里面呢 它非常简短有力 所以如果你读真言的话 它的字句非常简短 而且呢 文字非常的优美 主要是来帮助 来教导我们如何 来面对我们人生 各方面的挑战 以及我们如何做人处事 所以我们感谢上帝主 所以深信呢 当我们读这本真言书的时候呢 能够帮助我们 使到我们成为 知道一个敬畏神的人 有些什么的特质 这就是今天晚上 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这个真言呢 就好像一条的准神 这条准神是用来做什么呢 来测试 今天你我所做 所为是否能够讨 上帝的喜悦 我们要成为 讨上帝喜悦的人 你多读真言 因为他就好像 一条的准神 你会发现到 在真言里面呢 所讲的大部分呢 都是所罗门王所写的 当然还有包括 其他方面 好 感谢上帝主 所以特别讲到呢 开启智慧的药 药石其实就是什么呢 敬畏上帝 那这两处的经文 让我们一起来宣读 讲到敬畏跟智慧呢 是息息相关的 第一处呢 在真言第一章第七节 一起来读 敬畏耶和华 是知识的开端 愚王人藐视智能和训悔 另外一处呢 是在真言第九章第十节 请敬畏耶和华 是知会的开端 认识执胜者 便是聪明 所以在真言里面呢 都充满了关于什么呢 讲到敬畏神 就是什么呢 就是知会的开端 所以我深信呢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成为一个知会的人 因为在真言书说呢 也有讲到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知会的话 就如同真言书里面所说的呢 你是愚王人 你是愚昧的人 我们不要成为一个愚王 愚昧的人 所以呢我们深信呢 我们能够有可目 寻求这个知会 我深信呢 特别 我们知道当所罗门王 他年纪非常年轻 二十岁的时候就登基了 你想看一下 对一个年轻二十岁 登基为王 承接这个父亲大卫的王位的时候呢 虽然坦白讲 他没有经验 所以后来 耶和华 神就对他说呢 你要什么 你尽管求 但是你会发现到 这位所罗门王 他知道 他最缺乏的 就是这个知会 他向上帝 求知会 后来上帝说呢 你求得非常好 你没有为说 你自己 乃是这个知会 懂得如何去 为着百姓 来断定是非 来分辨 这个黑白 他蒙上帝的喜悦 甚至上帝说呢 你没有求的 我也赐给你 求神来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 都是求什么 求平安 求喜乐 各方面的祝福 我们有没有向神 求知会 Amen 主啊求你将知会 和启示的灵 来赐下给我 好叫我能够 真知道你 真知才能够 立行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因作所罗门王 他懂得如何的 向神来求 所以呢 上帝喜悦 所罗门王的祷告 所以呢 就给他这个知会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罗门 他能够成为一个 非常伟大的 君王 感谢赞美主 我们知道呢 神赐给 他是因为赐给我们 智慧的主 所以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要成为 敬畏神的人 那你必须要懂得 知道 原来敬畏神 你就能够从神那里 领受到智慧 因为神 他就是智慧的源头 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 他说什么 一起来读 你们中间 若有缺乏智慧的 应当求 那赐与众人 也不测这人的神 主就必赐给他 所以我们可以向神 求智慧 所以你不要宣告 我是笨蛋 傻瓜 但是你又因为主 为什么呢 你不向上帝的来求智慧呢 但你们中间 如果缺乏智慧的 就能够什么呢 向什么呢 神来求 祂是后赐给你 给每一个人 这位神 祂绝对不会 这被你 这个笨蛋傻瓜 你求也没有用 不会的 对不对 是的 我们承认 我们是无知 没有智慧的人 所以神是赐智慧的主 原来我们 能够透过祷告 来向神 来求 这个的 智慧 也就是说 这本真言书 他的这个的精髓 那我们知道说呢 真言呢 如果你有读过 读真言 我现在很多人 读了很多遍 你会发现 真言书呢 它是非常的 这个的精简的言语 用这个精简的言语 来表达 这个深奥的意识 所以这个精简的言语呢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死骨骨钢 很简单的 对不对啊 但是很容易呢 就很深奥的意识 叫我们容易记 而且呢 能够好好的去思考 对不对啊 感谢赞美主 所以那真言 它就好像一口诗 这个深的井 所以你必须 要去井业深 你要去挖掘 才能够得到 我深信真言 这本书呢 叫好像这个宝藏 这宝藏的话呢 是你必须要去什么 去发掘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得智慧 能够从这个真言 多阅读 这个真言 这一本的书 所以我深信呢 今天我们所说的 这个智慧 真言所讲的智慧呢 是一种的能力 这个能力能够帮助你 跟神 跟人呢 能够什么呢 建立这个关系 懂得如何的说话 说话的语术 也懂得如何去做什么呢 尽责 尽你做妻子 做丈夫的本分 也如何的去面对仇敌 以及处理这个财物 各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深信 这本真言书 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特别我们今天 活在这个 复杂的这个世界里面呢 期盼这个真言 能够成为你的信仰 以及我们生活的 一个的自然真 感谢赵美主 所以我深信 当你多读真言 能够帮助你 所以鼓励大家 从今天开始 能够多读这个真言 这一本的书 那我们知道 真言呢 它是一本呢 要人我们读真言 就是要做一个的选择 对呀 他把这些真理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要懂得去选择 所以要吗 所以今天呢 你读这个真言书 要吗你就做智慧人 不然的话呢 你就要做这个愚昧人 是彼此对立的 所以是没有所谓的 进入这个灰蛇的地带 那特别呢 是在这个真言第九章 这个第十节 它说什么呢 敬畏耶和华是什么呢 是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讲到这个开端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讲到 这个开端的时候呢 这个的词呢 有所谓的起点 跟这个目标的意思 所以说敬畏神 是智慧的起点 智慧 敬畏神 乃是什么呢 智慧的目标 我们领受这个智慧的 终极的目标 就是要懂得如何去 敬畏神 所以也就是说呢 当你敬畏神的时候呢 能够使你得到智慧 所以但是我们 不要忘记 有了智慧的时候呢 我们懂得说 你一定要什么呢 你一定要把它活出来 OK 遵行神的话呢 是你成为智慧人的先权目标 不是你懂 还要去行 对不对呀 当你知道去行的时候呢 你就懂得如何敬畏神 圣经告诉我们 敬畏神 就是智慧的这个的开端 所以今天晚上呢 跟大家分享 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开启智慧之药 那第一呢 就是讲到这个 敬畏神 什么是敬畏神 那第二方面呢 敬畏神之道 就是如何敬畏神 那第三呢 跟你分享的 就是敬畏神之意 就是当一个敬畏神的人 有些什么 从神那里得到 什么的好处呢 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第一点 讲到这个敬畏神之多少 特别呢 你会发现到呢 在真言书里面 这个敬畏 这个字呢 在真言书里面呢 有很多处的经文 至少出现有二十次之多 那什么叫做敬畏呢 我觉得中文的这个 英文的话 fear 当我们讲到fear的时候 那时候好像很恐怖 怕 但是我觉得说中文呢 这个敬畏翻译得非常好 什么是敬畏呢 这两个字 你把它拆开 就是呢 对神要尊敬 而且又畏惧 这两方面的 尊敬与畏惧 所以叫做什么呢 叫做敬畏 OK 当然我们说尊敬与畏惧呢 这里所讲到的这个尊敬与这个畏惧呢 不是对神怀作那种了心惊胆怯 敬而掩之的那种的态度 因为如果你认识敬畏神是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你很怕去面对神 对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里所告诉我们呢 就是说呢 这个敬畏神呢 是与神有关系的 当然如果呢 这个的fear 这个的所谓的敬畏 或者说呢 这个的这个惧怕 如果跟神没有关系的话呢 我们也讲到怕对吗 你知道我怕什么 我怕老鼠 每一个人呢 有些人怕黑 各方面 你怕老鼠 怕 怕蟑螂 我 秀容师母呢 他是最怕蟑螂的 一看到蟑螂 他会喊起来的 那我就是负责打蟑螂的人 对啊 所以 但这个是怕 这种怕是什么呢 怕东西 怕人 但是呢 跟神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里所讲的的敬畏是什么呢 是跟神呢 是有关系的 是跟神有关系的 所以呢 这里给我们看到呢 当人尊敬或者是敬重 一种一个在位高的人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 这种好像这些 你的长辈或学生 对这个校长 OK 对老师 对一些人 有更高的 高位的 权重的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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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的 尊敬的时候呢 我相信呢 这一种的尊敬呢 与跟他 因着尊敬而延伸出来的 那种的畏惧 结合起来 就是所谓的 敬畏 那 这个是所谓的敬畏 我相信呢 这种 这种敬畏的心 OK 这种敬畏的心呢 乃是从 认识神而来 除非一个人 我们认识神 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他不可能敬畏神 所以呢 我相信 对神 有这个敬畏的心 是从认识神而来 也就是说 当你认识神的时候 你就 认识到神的属性 认识到神 是因为满有尊容的 认识到神 是那么的伟大 是那么的全能的时候 而产生的一种 自然的反应 这种的反应 就是对神的敬畏 Amen 所以呢 敬畏神的提示呢 我们说呢 是一种的态度 但是呢 先有敬畏神的态度 自然而然呢 你会延伸出一些的 行为的表现 也就是说呢 当你认定到神 是一位可敬 可畏的神的时候呢 那我相信呢 你就会把你生命的主权 交给他 让他来掌管 当你把生命的主权 交给神掌管的时候呢 你就会选择 不敬畏 别神 你就会选择 去恨恶 罪恶 你就会选择 来远离 二世 你就会选择 不与人同流喝污 你就会选择 心中 对那些 孤儿 寡妇 或者身体 有惨记的人 的一些什么呢 怜悯的心 所以呢 一个敬畏神 不单只是一种的态度 因作有这样的态度呢 自然而然 会延伸出一些的行动 所以要知道 我是否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是否有立定心思选择 不敬拜别神 我是否选择 恨恶罪恶 离弃恶事呢 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 这个敬畏神 跟怕人 怕动物 是不一样的 所以敬畏乃是对神的 因作认识神的这个属性 而有的那种的尊荣 以及呢 心存 一颗的畏惧的心 那让我们来思考 我要讲的一个就是 为什么会重要 会这样 也就是说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呢 神是一位可敬可畏的神 阿们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所表现的 好像跟我们头脑 所知道的 却是不一样 也就是 当你 当你赶飞机的时候呢 你什么呢 你 敢不敢迟到 我会跟飞机讲 对不起啊 我肚子痛 所以 等我解决完了之后才来 你说飞机会等你吗 不会的 所以那你等飞机的时候呢 你不会迟到 你见老板的时候呢 你也不敢迟到 你看电影 看球赛的时候 你更不愿意迟到 但是为什么 很多时候 特别在聚会主日 朝见上帝的时候呢 我们却敢迟到 而且呢 不是敢迟到 而且是习惯性的迟到 所以有些人看到了 你看那个迟到大王来了 迟到大王来了 已经出名的 被封为这个 那我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我们坐飞机 不敢迟到呢 因为怕 赶不上飞机 因为怕老板找你 麻烦 吵你鱿鱼 对不对 因为怕什么呢 因为看不到那个呢 电影或者球赛的那个 Go 刚好呢 你不在的时候 Go 哎呀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却不怕神 也就是说呢 我们是否是一个 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 其实就是怕 但是那种怕 不是怕鬼 怕猫的那种的怕 乃是因为 对上帝的尊重 而有这个惧怕 我们愿意 讨祂的喜悦 求神来 帮助我们 OK 所以我们 当然我们讲到 这个怕的时候呢 很重要的 我们不要去 误解 不要误解 以为敬畏 耶华呢 就是整天 一个敬畏神的人呢 整天就活在 战战兢兢的 那个过日子 我告诉你 这好像是非常的痛苦 但是呢 以赛亚 以赛亚 这个先知 他说什么 他必以敬畏神 为乐 也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所想象的 每一天 战战兢兢的过日子 乃是什么 以敬畏神 为可喜乐的 我们知道神 是可敬可畏的 这位神呢 是我们 值得我们 所亲近的 当我们讲到 敬畏的时候呢 有两方面的敬畏 一个呢 称为 什么呢 崇拜式的敬畏 这种是什么呢 或者称为 子女式的敬畏 这个是什么 跟神 有所的关系 OK 这种的敬畏是什么呢 神是我们阿爸的天父 这好像呢 跟神 一种子女式的 一种的敬畏 对神的一种什么呢 尊重式 所以 英文称为 filial fear 但是另外一种的敬畏 是一种 真的是什么 是惧怕式的敬畏 或者称为什么呢 奴仆式的敬畏 slavish fear 这种奴仆式的敬畏呢 也说呢 就仆人跟主人呢 他是没有生命的关系的 只是工作的关系 不是生命的这种的关系 当然我们今天所讲的敬畏神 是一种 是一种子女式 是一种尊重式的敬畏 而不是那种 活在恐惧的当中 或者是奴仆式的敬畏 所以就是说呢 当我们讲到这个 子女式的敬畏的时候呢 是跟什么呢 子女式的敬畏呢 这个是跟爱挂钩的 所以就是说呢 除非我们跟神 建立那种爱的关系 我相信呢 乃是对这种 所谓的子女式的敬畏呢 乃是对上帝的崇敬 也就是说呢 你所行的每一件事情呢 都是尽量避免 让神不喜悦 所以呢 你今天 你所做的每一个的选择 OK 是否能够讨神的喜悦 这个就是所谓的儿女 对父母的那一种的敬畏 所以这个是什么 是跟爱挂钩的 那当时呢 另外一种奴仆式呢 是跟什么 爱不在其中的 只是工作上的关系 这奴仆是因为惧怕 OK 被老板炒鱿鱼 或者以前的奴仆的话 不听话 会被这个主人呢 殴打 所以呢 因着这种的惧怕 为了要遵行主人的命令 就产生一种的敬畏 那这种的敬畏 是真正的活在 惊慌 惊恐的当中 但是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敬畏神 不是这样的 神是我们的天父 但是因为我们尊荣祂 所以我们选择 做讨祂所喜悦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这个敬畏在整本的 真源里面 都贯穿在整本的 所以我们深信的敬畏神 我们可以说 祂是一个属灵的鸡汤 是敬补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 大后你可以看到 原来敬畏神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诗篇第三十四篇 第三十四篇 敬畏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Amen 敬畏神的什么好处都不缺 所以我深信呢 的确的敬畏神 乃是智慧的首要条件 所以如果我们要成为 一个智慧的人 我们要敬畏神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真言第九章 第十节 我们再读一次 敬畏耶和华是 智慧的开端 认识直胜者 便是聪明 那再看呢 真言第一章第七节 也是讲到呢 敬畏耶和华 不但是智慧的开端 他也是什么呢 得到知识的 首要的条件 我们一起来读 真言第一章第七节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愚望人 藐视智能 和训悔 所以当时说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直胜者 便是聪明 这个直胜者 是指谁呢 就是指耶稣 所以就是说 今天呢 特别在 哥罗西第二章 第三节 他说什么呢 所继续的 一切的知识 智慧 都在 耶稣基督里面 阿们 当你认识 这个直胜者 耶稣基督的时候 所以今天晚上 那些新的朋友 你还没有认识 耶稣基督 他就是直胜者 他就是 能够赐给你 智慧的主 会发现到 你的生命呢 就不再 一样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深信呢 当我们 有了这个 知识和智慧的时候 为什么 智慧和知识 是那么的重要呢 因为呢 有了智慧和知识 你才能够 辨别是非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而且呢 你能够做出 正确的选择 成为一个 和神 心意的人 所以我深信呢 如果这个智慧 是从上帝而来 透过这本圣经 从神而来的智慧呢 其实呢 这个智慧呢 就成为你我的 一个的扯度 这个扯度 能够帮助你 做每一件事情 去量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什么是是 什么是非 圣经说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所以弟兄姊妹 智慧 非常的重要 但是 敬畏神 就是 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讲到 敬畏的时候呢 怎么知道 我是一个 敬畏神的人呢 你会发现到 敬畏呢 是跟顺从 是息息相关的 当一个人 不敬畏神的时候呢 就谈不上 顺从 或者 谈不上 顺服 怎么知道 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除非 我是一个 顺服 上帝的人 我相信呢 最明显的 一个的例子呢 还记得吗 亚伯罕 为什么被称为 信心之父呢 那是因为呢 神所应许 给他的 这个的儿子 OK 所以呢 到最后是什么呢 神 给他这个儿子 但是呢 神为了要考验他 就对他说 什么呢 当他的儿子 这个青少年的时候 神说呢 你要把你的儿子呢 献上维系给我 你想看一下 对亚伯罕 呢 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对不对啊 他多年所期盼的 而且神也应许他呢 你要成为多国之父 他想说呢 我身心当初 这个亚伯罕 神要他来到 这个摩利亚山上 献子以撒的时候 我深信那个时候 亚伯罕 他是计算代价 又不计代价的 把他这个儿子献上 我相信在整个的 行程的过程当中 他心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矛盾 但是呢 在罗马书 告诉我们 亚伯罕 所信的神 是什么 使无 便有 使使人复活的神 为什么会讲到 使使人复活 也就是亚伯罕 他相信说 即便 我把这个儿子献上的话 唯一的独生子 如果有两个的话 献上一个 还有 还有后代 对不对啊 那即便是呢 把这个儿子献上的话呢 神也可以叫他 从死里复活 这也就是说 亚伯罕所信的是什么呢 使无便有 使使人复活的神 所以因作亚伯罕对他的信心 所以信心产生行动的时候 当他要把儿子以下献祭的时候呢 突然间呢 神透过使者告诉他什么呢 你不可以将你这个儿子献上 而且呢 突然间他看到呢 神就为他预备 一个的羔羊来代替 然后这个呢 上帝就对他说了一句话 现在 我知道 你是敬畏神的人 所以因作 这个亚伯罕的顺服 顺从 神说呢 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所以弟兄弟兄妹 一个敬畏神的人 就是一个愿意顺服 绝对完全顺服 上帝的人 阿们 所以给我们看到呢 什么是敬畏神 简单的说呢 其实敬畏神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顺从神 OK 所以就是什么 什么叫做敬畏神 什么叫做顺从神 简单的说 就是把神当神 简单的说 神说了算 还是人说了算 也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就是什么呢 常常上帝怎么说 圣经怎么说 神说了算 而不是人说了算 所以我相信 这个是很容易来衡量 我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吗 我是否有顺从神 我是否常常 所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 是否神说了算 还是人说了算 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当我们在今天晚上 讲到敬畏神的时候呢 突然间我想到有三个字 敬畏 敬虔 敬拜 你说他们彼此间也没有关系 是有的 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你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是一种的态度 因说对神的敬畏 我会在生活上 过一个敬迁的生活 敬迁是生活 特别保罗 保罗对他属灵的儿子 提摩太说 操练金钱一处还少 操练身体一处还少 唯独金钱凡事都有一处 然后接下去 他说什么呢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 你总要在言语行为 信心爱心清洁上 成为众人的榜样 所以也就是说如何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 在生活上你必须在言语 在行为 在爱心 在信心 在清洁上 来操练 过一个敬虔的生活 所以也就是说 其实敬拜什么呢 你必须对神有可敬畏的态度 而且你必须 敬拜不是在礼拜天的这一段的时间 你必须要活出你的敬拜 你必须要在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 有没有在言语行为 爱心 信心 清洁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这就是所谓的敬拜的人生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当我们讲到敬畏神 一个真实的敬拜者 他必须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而且也愿意在生活上操练 过一个敬迁的生活 第二方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就是如何敬畏神 敬畏神之道 我相信这个敬畏神之道 有两方面 一个是积极方面 积极方面是什么 你必须要渴慕 要渴慕爱慕主的道 让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所以我深信 当我们敬畏神 认识神 乃是由神的话而来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 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 神的话启示神自己 让我们能够认识神 因此我们对神的认识 就产生对神的一可的敬畏 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正言第二章第一到第五节情 我儿 你若领受我的言以 纯迹我的命令 这听会专心求聪明 呼求明示 扬生求聪明 寻找托 如同寻找影子 说求托 如说求隐藏的珍宝 你就明白 敬畏耶和华 得以认识神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 在这里面 我们要如何敬畏神 你必须要什么 领受 你必须要把将神的话 如同种子的领受 而且也讲到 你不可以 必须要纯迹 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丢弃 也不可以忘记上帝的话 第三你要侧耳听 什么叫侧耳听 就非常专心听 侧耳听的意思 把你这个两个耳朵放在一边听 这叫做侧耳听 怎样把两个耳朵放在一边 有时候有些人 隔壁吵架 偷听人家讲话的话 每个人什么 把耳朵贴到那个墙壁 希望说如果能够把这个耳朵 放在这边会更好 听得更加的清楚 这个叫侧耳听 所以另外一方面什么呢 专心求 就是说我相信 我们向神来祷告 神的灵能够什么 启示神自己 最后一个就讲说什么 对不起 今天晚上的这个PPT 有一些的干扰 寻找 因此就是不吃劳苦的 来寻缩这个珍宝 所以就是说 我们如何的金位神 这个金位神 就是说在积极方面 弟兄姊妹 我们可慕 善地得到 因为神的话 能够什么呢 启示神自己 所以当神启示他自己 你认识神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什么 金位神 这是积极方面 但是呢 消极方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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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必须要什么呢 远离二世 远离二世 那特别呢 圣经里面呢 有这个四处的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的来读好不好 这是四处的经文 来一起来读 真言第八章十三节 敬畏耶和华 在夫恨恶邪恶 那骄傲 狂傲 并恶道 并乖谬的口 都为我所恨恶 真言十四章第二节 行动正式的敬畏耶和华 行为乖谬的 且藐视他 真言呢 第十六章 第六节 因怜悯 成事 罪孽 得数 敬畏耶和华的 眼离二世 最后呢 真言二十三章 十七节 你心中不要 妒忌罪人 只要终止 敬畏耶和华 所以就是说 如何敬畏神 敬畏神 很简单 积极方面 我们必须渴慕 爱慕神的话 消极方面呢 你必须选择 来远离 各样的 这一个的罪恶 那最后一点 我们讲到 什么是敬畏 敬畏 第二方面呢 我们也讲到 敬畏神的 这一个之道 最后呢 讲到 敬畏神之义 当一个敬畏神的人呢 很明显的 刚才已经讲到 敬畏神是什么 是 智慧的 这个的开端 对不对 在圣经里面 有三处的经文 一起 我们再读一次 那敬畏耶和华 是知识的开端 愚望人藐视 智能和训伪 一章二十九节 因为你们恨恶 知识 不喜爱敬畏耶和华 一个不经败耶和华的人 就是恨恶知识 那真言第十五章 第三十三节 敬畏耶和华 是智能的训慧 尊荣以前 比有这个谦卑 所以我们说呢 我们今天敬畏神 你能够得到知识 这个知识 能够帮助你 来能够认识神 不但是如此呢 你也能够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知慧 OK 当我们讲到 这个开端的时候呢 刚才讲到 就是说呢 有两个意思 就是说呢 原来敬畏神 是知识的起点 也是知识的要点 所以今天你领受知识 认识神的终极的目标 是帮助你懂得 如何去敬畏神 那第二方面是什么呢 敬畏神之意 什么呢 是知慧的开端 感谢赵梅主 那我们来读一下 金卫第九章第十节 金卫耶和华 是知识 智慧的开端 认识执胜者 辨识聪明 所以可能弟兄姊妹 会问 到底知识跟智慧 有什么分别 可以选择说 我要智慧 不要知识吗 或者我只要知识 不要智慧吗 一个是什么呢 knowledge 知识叫knowledge 智慧是wisdom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knowledge and wisdom 知识是智慧的内容 如果你没有知识 这不可能有智慧吗 但是呢 但是呢 这个呢 智慧其实是什么呢 是知识的方向 可能大家 我用一个例子 那最近我们知道 乙龄宴已经开放了 所以呢 我就 常常就在 你在乙龄宴都会常常看到我 那主要目的不是因为 吃 也盼望呢 因着这个机会 能够跟弟兄姊妹 有些的交通 我相信乙龄宴有很多东西好吃的 对啊 他还会 有些弟兄姊妹还告诉我 你要吃这个啊 你要第几个礼拜 要吃这个啊 要第几个礼拜 那么其中呢 有一天呢 我就吃到粥 那个粥很出名的 你知道谁负责主的吗 就是我们的 这个 刘祥夫弟兄嘛 对啊 所以我用这个来历史 讲到什么叫知识跟知味 每个人会煮粥吗 你有煮粥的知识吗 很简单嘛 那米煮了 那多一点水 他煮了 这边粥了 对不对 你要放肉的话 这样丢下去的话 那也是猪肉粥 这个是基本的知识 但是为什么别人煮的好吃呢 因为他不单有这个煮粥的知识 还有什么 智慧 你要知道吗 他告诉我 我还没有试过 我会煮粥 我的粥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毒死饿的话呢 煮了粥之后呢 就是什么呢 就打了一滴蛋下去 然后呢 用一点 煮粥 煮粥的话 哇一流啊 你试试看一下 很好吃 这个就是我的知识 祖宗的知识 但是呢 以灵验的为什么 不一样呢 乃是因为我们弟兄有智慧 他告诉我 原来祖宗不是你这样这么简单 他说前一天的话呢 那个米啊 要拿去挣点水 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冷冻 而且呢 这个的汤 还要用什么猪骨 什么骨啊 煮了 熬这个汤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汤呢 煮滚了之后 然后就从冰箱 就是拿那个冷冻的 这个米粒 丢下去 放下去 放下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冷突然间热的话 就裂开了嘛 然后裂开了之后呢 这些米 是他讲的 我是讲给你听而已啊 我还没有试过啊 这个是秘方 如果做好的话 你还可以开单 在乔加也开单 出名的 所以呢 他说呢 放下去的时候呢 他说呢 而且呢 要半个小时在那边搅 这搅的时候呢 那个冷冻的米粒 他就出泡沫 泡沫为什么呢 他出了泡沫就表示 他把这样那些 那个有的猪骨煮的汤啊 每一粒的米粒的 就把它 把它的这个田啊 把它吸进去 所以他咬了之后呢 才放这个料 所以表示什么呢 他煮的粥 不但有知识 还有什么 智慧 方向 要怎样煮 所以你明白吗 很多时候我们只有知识 只要举一个历史 为什么医生 两个医生同样读一间的医学院 出来做生意 为什么这个医生的生意这么好 那个不好 他们都有这个知识啊 但是呢 生意好的那医生 不但有知识 他有这个智慧 也就是说呢 knowledge tells you what wisdom tells you how 你明白吗 知识只告诉你什么 怎样煮熟 都是用这几样东西 但怎样煮的好吃 需要有这个智慧 所以医生呢 为什么明明 因为他有懂的 要不要开刀 还是不要开刀 什么时候开刀 优先的刺激 这什么呢 是智慧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 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智慧 所以对人生的领悟 以及处理的能力呢 就是属于这个 智慧的仇法 所以如果我们 不懂得敬畏神的时候 我告诉你 即便你在生活的当中 你在物质上 非常的浮育的话 你还是活得很痛苦 你还是活得很 不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走在上帝 给你的这个人生的轨道 这个人生的轨道 需要神 给我们的 这个的 智慧 所以第三方面呢 这个敬畏神 不但是 这个知识的开端 智慧的开端呢 第三方面是什么呢 大家说 大家都很喜欢听的 是什么呢 哎呀 那你偿命哦 使人日子增多 不是我说的 你来一起来读 真言第十章二十七节 敬畏耶和华 使人日子加多 但二人的年岁呢 必被减少 在另外一处的 这个经文 真言第十四章二十七节 敬畏耶和华 就是生命的全员 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 也就是说呢 原来呢 敬畏神 当然 这个常命有很多秘诀 孝敬父母 也是常命的 一种的方式 所以增加税收的秘诀 但是我必须要讲 人的税收的长短 也不是来衡量 敬畏神的唯一的扯度 这个早死 因为他不敬畏神嘛 你不能够这样死啊 对啊 不是这样子 那耶稣基督 才三十三岁 离开天家 那耶稣不敬畏神 所以你不能够再用这个长短 但是呢 肯定的 一定会比你应该活的 你年轻的会加增一点点 Amen 感谢赵美主 那第四什么呢 感谢赵美主 常常在追尸礼拜的时候 我喜欢用这些经文 说敬畏耶和华的 大有依靠 他的子女也有避难所 所以我们不需要担心的 只要把你的孩子 带到如何的敬畏神的时候呢 是大有依靠 所以也就是说呢 当我以神为他所依靠的 肯定你的人生呢 有所的保障 所以特别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诗篇第三十四篇 第九第十节 你一起来读 耶和华的圣民 你们当敬畏他 因为敬畏他的 一无所缺 少将少传的狮子 还缺失人呢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都不缺 最后一点 就是什么呢 得到富有 尊荣 生命 为赏赐 来一起来读 最后一出经文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就得 富有 尊荣 生命 为赏赐 所以也就是说呢 敬畏神的人的 一个 必备的条件 就是谦卑 一个敬畏神的人 心存谦卑 一个谦卑的人 才是一个懂得如何敬畏神 信靠神的人 当你懂得敬畏神的时候呢 你会得到这三方面 第一方面是什么 你可以看 这种的散赐是全面的 富有是在物资上的富有 当我们讲尊荣的话 是在地位上的尊荣 当我们讲到第三方面呢 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是什么呢 你在属灵 生命上面的富足 阿们 感谢赞美主 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呢 你所领受的散赐 乃是全面的 不但是在物资上 在地位上 在属灵上 所以敬畏神好不好 好 让我们学习来敬畏神 所以我深信呢 学习敬畏神呢 乃是今天 当今基督徒 你我最需要的属灵的操练 让我们常常操练 来敬畏神 那你会发现到 当一个人 怎么知道我不敬畏神呢 当一个人不敬畏神的时候呢 不敬畏神的人肯定什么呢 他不怕犯罪的 对呀 不敬畏神的人呢 他是不怕犯罪 而且即便是犯了罪 还是应做景象 不悔改 那我们说 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 也不怕贪爱世界 也不怕面对教会的几率 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 肯定呢 他也不敬畏上帝的道 更不用谈 去遵行上帝的道 那我深信呢 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呢 甚至面临将来 上帝最后的审判 也不把他当这一回事 就算来怜悯我们 神是一位可敬 可畏的神 我相信呢 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 是我们每一个人 当敬的本分 传道书第十二章 十三节 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 总义就是什么呢 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 这是什么 人所担尽的本分 那我们大家站立起来 我们请事情来帮助我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我深信这首诗歌呢 是旧歌新唱 应该是八十年代 我们都 就是说呢 因你圣名 我们敬拜 让我们呢 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 请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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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命 我们敬拜 跪下在祢面前 来敬拜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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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是命 我们敬拜 耶稣 耶稣 祢是主 再次唱 耶稣 祢是命 耶稣 祢是命 我们敬拜 回下在祢面前 来敬拜 耶稣 祢是命 我们敬拜 也承认 祢是主 提起祢的手 耶稣 是主 耶稣 是主 耶稣 是主 耶稣 耶稣 祢是主 耶稣 祢是主 祢是主 耶稣 耶稣 祢是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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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恳求圣灵 恳求圣灵 使教我 耶稣基督是主 耶稣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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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恳求圣灵 使教我 耶稣基督是主 耶稣基督是主 是的 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深信今天晚上你并不是听一篇道 是非常的重要 是神的心意 是我们每个人担心的本分 就是敬畏神以遵行上帝的话语 这就能够帮助你来掌握 来开启智慧的钥匙 就是敬畏神 在过去的年子里面可能我们忙碌 可能我们对神的态度 马马虎虎 就是来帮助我们再次重新调整 原来敬畏神是一条蒙神祝福的道路 今天晚上一些的朋友们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 你缺乏智慧 你在人生前面你要面对选择 除非你有从上帝来的智慧 也包括一些的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做在事业上 各方面要做一些选择 当神给你智慧的时候 你就能够这个智慧 神的智慧就好像一个的准神 能够帮助你来衡量 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不正确的 所以我深信今天晚上 如果一些的朋友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 如果你要愿意接受耶稣 待会会为你来祷告 但是你可以 这个时候举起你的手 做一个表示吗 可以让我看到你的手吗 感谢主 看到一位 好 待会那些举手的 待会你可以到台前来 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 请大家把手举起来 主要你看到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主要我们承认我们对你的敬畏不够 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所以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在忙碌的生活的当中 能够调整 因为敬畏神之道 就是要来可慕你的话 消极方面 就是要来弃绝各方面的质恶 所以赐给我们属灵的胃口 可慕主你的话 可慕亲近神 因为你说敬畏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愿以马内力的上帝 与我们同在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之爱 随着我们更宴圣灵中的平安 喜得充满我们的心 从今时至到永远 阿们 上帝赐福音你们